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中共总书记身份 今天我的节目拍档故意就这点提醒我 要强调是中共总书记身份 因为用这个身份发出的指示是别具意义的 昨天已经和大家论述过 习近平总书记就支援香港抗疫工作 所作出的重要指示是什么 这个重要指示发出之后果然是奏效的 是发挥了动员的最大力量 总书记说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 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来确保我们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 确保身体健康 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 所谓是两个一切三个确保 各界都是立即响应的 内地的防疫单位也是即时配合的 《星岛日报》收到福 以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康敏为首的专家组 就会提早在今天来到香港 根据消息透露 康敏率领的广东专家组 本来是定了明天18日才来到香港 是来4至5天 另外 金域医学集团高级副总裁汪玲也表示 金域已经在部署增派检测人员 以及在香港增设2至3个气膜实验室 目标检测量可以由现在每日7万份 一提升到20万份 专家组成员包括很多人 包括广州市新冠疫情防控专班 数据分析组的副组长陈淳 中山市集控中心防疫科专家陈雪琴 和其他专家们 他们都会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陈崇清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整班做抗疫防疫工作的人会面 主要是协助我们香港进行病理排查 和分析的工作 包括介绍个案追踪的经验给我们 当然其中一句 习总书记的指示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抗疫工作是特区政府的主体责任 主体责任我见识是浅漏的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形容 我想英文应该翻译做 主要责任 内地不同的单位做多少都好 都是配合、支援 提供人力、物力给香港帮我们 但是主体责任 主要责任 始终都是落在特区政府身上 当然都是落在特首林郑月娥身上 特区抗疫的策略和工序怎么做 都一定要由特区政府自己去承担 是不能够推卸这个责任 责无旁贷的 而更重要的是 要将尽快尽控疫情 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亦即是抗疫工作是当前的急务 没有任何东西是比这行任务更加重要 所以用了压倒性 正如我在昨日的评论中提及过 有国家这么庞大的支持 如果特区政府仍然搞不好这个工作的话 我看来你想不问习都很难 自然听到习总书记这番说话 特区官员怎么敢态慢 据问马上已经有人提出一些新的扣赏 其中一个建议是来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 据悉政制局近日提出了新的建议 就说由内地专家来到香港强制 今次用强制 强制750万人每一个香港人 采养三次 每日采养14个小时 跟身份证的编号 劃分检测日期 每日预计要检测100万至120万人 按经验计算 即是需要设置200至300个检测站 而每个检测站 每日需要做到4000个检测 每人要检测三次 为期三个星期 目标是一个星期内做完一次的采养 由于是强制性质 如果有人不做检测 未进行检测的人 便需要受罚 可能是罚款 罚款到1万元 或者可能再多些都未定 不知了 据了解 内地已经答应派人来香港 协助香港做采养 而部分检测的样本 亦会计划送到深圳化验 消息人士表示 有关的检测 便会将登记和采养分开 检测的人做了登记后 便会派一个号码给他 贴上样本屏 实验室收到的样本屏 只有一个号码 没有检测人的个人资料 如果这个样本是呈现阳性 才会将样本号码给特区政府 与登记对比 找出阳性的确诊者是哪个 所以是不会涉及私隐的问题 希望大家不用忧心 不过在香港疫情这么严峻的关头 即使涉及私隐问题 即使会引起民间反弹 也好 我想政府也会勇往直前 但就算排除了私隐问题 不用考虑也好 这个做法也没有一些困难要克服 将样本送到内地 是有法律的限制需要跨越的 人体基因样本 跨境是牵涉到内地的法规 但这些都不是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一定可以解决得到 全民检测最重要的目的 当然就是 目求抽出所有病患的人士 然后将他们隔离 这样做必然会为之后的治疗 和隔离设施 带来更大的压力 但据问当局已经有设想 万一隔离设施不够 感染的人可能需要留在家 不过就要配戴追踪手腕 这样做当然不是最理想的做法 因为始终会有继续传播的风险 消息说这些建议是很初步的 未有执行的细子 亦未有执行的日期 以及涉及的人手等资料 至于会不会配合禁足令 都说未有定案 但如果你没有禁足令配合的话 这样的措施的效果 是会大打折扣必然的了 特别是检测结果 它不是即刻就有的 你检测完了之后 确诊者或者阳性降案者 仍然可以在社区里面活动的话 即是说仍然有可能会继续传播病毒 但如果要实行禁足令的话 香港一个禁密集的城市 又怎样能够确保在禁足令的期间 什么都别说了 至少在物资上市民可以得到必需的照顾 今早和何柏梁医生通过电话 他的建议反而是更加确实可行 他对全民检测这个做法都是肯定的 不过不是用核酸检测 而是先做抗原的快速测试 不是由市民自己做 是由政府安排大型的全民抗原快速测试 是由专业的人员或者受训过的专责的人员 帮市民进行采养 好处是可以将检测的市民留在现场 等待测试的结果 只不过等20分钟左右 假如出现阳性个案的话 就可以即时处理了 不需要考虑感触 特首林郑月娥之前对全民检测 都很清楚的 他的态度是否定的 他是拿了以往对上一次的经验 来作一个对比 相对起遗风检测的结果 他认为抽查出来的个案是太低 不够有效率 不知道现在 他会不会有另一个想法和说法 尋找真相 尋找生存意义 尋找空间 尋找自我 尋找信仰 尋找工作 尋找伴侣 尋找幸福 尋找知己 尋找选择 尋找快乐 尋找宁静 我们一生都在尋尋觅觅 尋志云 尋 与嘉宾分享每个关于尋觅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ffrey 刚刚上完Steven King 我觉得很开心 还有我觉得生活是充满乐趣的 还都令我获益良多 请大家继续支持Steven的频道 like, comment, and subscribe Thank you 今天就是这么多 我喜欢这里讲完,这里散 在这个散场的moment 最好就是用Mr.Expand 植物科学防疫噴霧四维噴 让它里面的齿子提取物 将非没细菌病毒 对听的,不对听的 统统消散了 那就放心吧 Mr.Expand,洁癖主义,好主义啊